深夜裡男子拿著箭頭模型 小心翼翼的鋪在大馬路上 下一秒拿出自備的油漆桶 在路上不停塗鴉 一旁民眾覺得怪怪的趕緊報警 大哥你在畫什麼 現在改成雙向道了 您是公務人員嗎 我不是公務人員 那你怎麼會自己畫 你怎麼會自己畫 看到遠景支支吾吾 說不出話 原來男子根本不是政府單位 警方透露他是狹區的頭痛人物 曾經亂報案搞烏龍 這回私自在家附近畫標線箭頭 讓附近民眾都看傻眼 那個別人畫的 多天啊 再一個禮拜啦 我第一次來這邊找朋友 看到那個箭頭我可以轉進來 如果警察在這邊 我被開帶 那要算是 就有領起爭議 實際回到事發的台北市北岸路上 可以看到男子把原本的單行道 畫成了雙向道路 容易讓民眾搞混之外 甚至把整排馬路都留下了油漆污 影響道路整結 警方已經通知環保局到場清理 但不少民眾會為了自己的方便 私自亂畫標線 或是在家門口畫紅線 禁止別人停車 這樣的行為 可能不只觸犯刀交法 需要做捨派賠償 所以出車禍了 這個狀況下 這個行為的人可能就會需要 負擔的是過失傷害的責任 律師強調自己畫標線 雖然較難違反刑法 但是會有行政法還 和民事賠償責任 民眾千萬別為了自己的方便 和荷包過一不去 環境新聞 那梁洪志台北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